明天已在第四、三次 歡迎大家收看《星都激西》 我們之前和邝惠主席說到市區重建的問題 如果想让观众更容易明白 市区重建对香港有多么重要 香港有很多条街 你没有想过救得这么紧要 就变成了政府官员 去示范如何捉老鼠的街 但是真正要做的是 你不如弄好它 你就不用捉老鼠 你就不用搞后行如何清洁 如果你都弄好 所以一个宏观的角度 不是市区重建那么简单 是城市的美化和美容 没错 你说香港做美容美白的工程 有政府市区重建局做 亦有商界做 你问女士就知道 如果你想去美容 你想去公家医院做 还是去私家做 道理就是这样 现在最惨是做一做 突然说市建局可能会做 于是就叉了一肩脚 但是市建局做就不像私人做 这么有灵活性 是吗 是 一定 对不对 因为我们私人做 通常一来就来 派钱 大家谈 你想怎样做 你想怎样美 没错 但是是不是市建局 你说要有计算的方法 市建局的法例上 是一定要要求他 在收楼的时候 是要在同区市价的七成去收楼 所以街坊 因为这个价钱 就会说 喂 我当然是宁愿等市区重建局收 都不等私人发展商收 譬如举个例子 土国环十三阶 六十年 还要是咸水楼 你再不搞它 整核楼真的分分会崩 这个虽然比喻不是完全一样 但就等于你去公家医院排队 做手术 你可能会有很多人排队 你又没有灵活性 没有了弹性 公家医院设计 你排队上下 合乎这些 我才会做 但是主席 为什么市建局会叉到一股脚来 有什么原因 甚至乎有没有人生气市建局 有 其实市建局叉下来 很多时候看我们的地盘 过往差不多都埋调了 完成交易 准备去收购八成 派计 接着三个月就交易 那些 途中实际上是一个情炮金 在市建局 市建局 可能有个因素 就是个别业组 或者知识之类 就打电话给他 田生给到15000 你能不能给到16000 17000 我真的会生气吗 会的 那倒是 楼下没有 最多就跟原尸一样 那倒是真的会的 类似这样的 我们也试过很多单 我们差不多20几单都已经收到 差不多埋调的时间 市区重建 叉了一股脚来 市区重建 现在跟私人罚权商 爭地盘 简单说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 可以这么说 市区重建 私人是 大家同一时间争夺一个项目 变成重叠了 是 为民争利 我觉得的角色就是 往往会潜在这个问题 但官康不是这么说的 官康不是说 条条大道通罗马 是吧 你做不行就我做 但是大家没有留意到 其实前期那场球 是 大家的组织 那个攻势怎么来 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如果说 就着这个问题 要去改善 或者政策要更清晰 其实就好像上一节 这样说 上一集广告 就是说 其实政府有些 不是你做不行 例如公务员宿舍 不是你做不行 那你应该先做那些 当然我觉得事件局的限制 就是 他要先问财员拿好钱 他要问立法会谈好 如果他那盘数 每次都要他 计算好那条数再去 他就最后必然会跟私人争利 真的会 这个是被逼的 因为他不够钱 因为他不够钱 那里的私人发展商 就没理由去亏了 不止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在地契上有很多的限制 例如这样说 我们有一个叫one house的地契 就是说地契里面只能建一间屋 那自己的重建局 应该要做这些地契上有问题的地方 土地的重建 而不应该去跟私人发展商争利 是 欧主席 你要怎样看这个one house policy 什么叫one house 一屋契 其实one house的定义就是 以前这个时期 一栋旧楼就一个门口 如果我一栋旧楼里面 那天千尺或者八百尺 我不会建一栋楼上去 整支烟通的 你要收十栋楼加一万呎 昨天也是一个门口 但是他就说 你十栋楼不理你 你记得 你十栋楼就建十个门口 那就叫one house 除非你们又要补价给政府 如果十栋楼加一万呎 用于补价给政府是无理可途 是的 没可能会有十栋楼 你不建一栋楼就建十个门口 没理由 那one house 有规模经济 是有economy on scale 如果合在一起 就不想开十个门口 是 他的说one house 有你所不知 这个是因为有一个案例 其实是在九龙兴区发生的 就有一个私人发展商 他就可以收拾 收拾完十个地块 都是one house policy 这样打算可以重建 谁知道 就要跟发展局打官司 跟政府打官司打至最后 法官就说 one house policy 就只有一个门口 那就破坏了整个城市 九郎城很大远是来由 它一栋楼里面 很小栋 二千、三千起一枝 起中間一枝牙籤上去 破壞了整個規劃 整個房子、整條街就變成要避開它 明明結合在一起起會比較漂亮 沒錯 設計的彈性會變大了 沒錯 因為我們收窗就要 我們收窗就要查完 你一屋這樣做 反而你會減低了一起做的誘因 其實事情也是慢了 沒錯 而且我們要查整個 可能整個街道哪一棟哪一棟 卡拉卡溫克星 避開它一棟一棟掉落 便變得很噁心 破壞了整個城市 除了這次之外還有嘉賢街 太枝道嘉賢街 就是很多這些問題 是 這是很不符合中國人的原則 例如我是吃飯 一碟菜當然是炒起來 便比較划算 亦更香 例如我以前在英國讀書 我試過有些外國同學喊咕嚕肉 六個同學喊六碟咕嚕肉 他們當西餐人這樣吃 那怎麼會這樣 你現在喊一碟咕嚕肉 再喊五碟菜 大家混合來吃 那你現在的one house policy 總之你六個人就喊六碟咕嚕肉 沒錯 六個門口 六張單 又不讓你夾單一起 那連積分也洩給他 其實這間已經過時了 已經過時 但最慘的是 法官審一宗案 他怎樣去判 他只會跟回現在現有的法例 政策 和地契 他不會有彈性 那這是法治基礎 所以我當然尊重法治基礎 但重點是 既然在政策上 政府是應該要大力去做 那你改了法例改了政策 法官就跟著判 法官就跟著判 對 有道理 這就要這樣做 那怎麼改好呢 主席 其實我覺得one house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你以時並震 你以前不同的法式商 譬如你建一幢樓 我建一幢樓 大家各自不理 建一幢樓上去 那就形成了今天關於黑市 是的 那地契就關死了 是的 那一切除了之後 十幢樓 二十幢樓 共同一起建一幢樓 第一幢門樓 其實探討了這麼久 希望市建局是專注在有地契問題的土地範圍 但是市人發展商就找一些另外的土地 是比較容易發展的 各自分工 整個社會的市區重建 就會加快很多 是的 沒錯 起碼不會重疊 是的 我想我們兩集下來都看到有兩個核心問題 兩條腿走路 第一就是你如何透過公帑的撥款 令到市建局可以多些關心 其實私營機構做不到的項目 那你就聚焦在那裡做 那私營機構你應該提供足夠的誘因 讓它也可以走快一點 即是左腳右腳一起走快一點 你不可以不同步促 這個很重要 加上其實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剛才說的一屋契 有家庭就真的很不符合成本效益 一定要改政策 不過如果以結果為目標 主席是可以改造的 它可以改造的 但問題是例如十棟樓 中間的一棟樓是一屋套 這一下就拿來沒了 我們就不會收的了 我們就切開切割 就在這邊發展 如果右邊的一屋套 左切右切切 整條街就是古靈精怪 我覺得這些討論在媒體比較少 因為一開始我們只看到一些 可能是虎主 拆不住、救不住 然後就幸福幸福那些樣子 就上了新聞 這樣就完結了 就沒有Maxine 從政策、歷史的角度解釋 再加上主席真的有很多年經驗 說回實際的運作 我們今天這集就很立體地 將歷史、法律和市場的運作 清楚地呈現出來 所以我希望最低限度優契要改 因為不然你一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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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會發瘋 即是有甚麼障礙也好 不要智慧有障礙 對嗎 我覺得很重要 還有地積比一定要放寬 不可以只說 永遠都是說五倍地積比率 是否要升高一點 九、九、十倍也要 那你有發瘋又沒有人偷 那又如何市區重建 那香港越來越殘 越來越舊、越來越骯 就不夠漂亮 所以希望這個香港去死皮的 市區重建計劃 由改政策提供誘因就開始 希望兩條腿走路越行越快 再次感謝可惠華主席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繼續很高興 請來香港理工大學 專業及持續教學院副院長 陳繼宇博士 跟我們繼續聊聊聊天 其實Jason 我知道除了教學工作 你也花了很多時間在不同的社會服務 是 專業界別的一些服務 是 最近聽說你也在搞一些元宇宙的推動 是甚麼來的 是 其實就是那個概念 就是希望想幫全香港所有中小學 是 就盡快去進入這個元宇宙的世界 是 其實有一個背景原因 就是看到現在有些元宇宙的 像是賣地的形式 我自己覺得我理解的元宇宙的概念 就是大家會有一個第二次機會 有一個第二次的重生機會 是 所以會有些努力讓你改頭換面地走進去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元宇宙的空間應該是dynamic 就是變來變去 不是一個static的世界 但是我看到現時有很多做元宇宙的人 就是很喜歡把現實世界倒模地倒進去 我們香港的特別商界很厲害得在地產上 對 搞一些方圍 我又不是這麼贊成 又重複大家在現實世界的苦痛 要走進去捱貴租去賣地去追逐這些東西 而是裡面的空間 剛才說要dynamic 就是說每個人鎖進入的時候 看見他的元宇宙的擺設應該是不同的 就是跟你最近的那間學校 就應該放到最近 你去外面參與一些活動的機構 又會飛到過來 每一個好像星球一樣 明白 你要進去 不需要走去走樓梯 過馬路有成 就像有套戲一樣 又畫個圓圈火球 你就可以跳進去 是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們團隊 或者你帶領著這個項目 你們怎樣幫學校走 由於看見不希望有些學校 用一些 我也覺得不太直覺的方法 進入不容易走 希望他們走向一個正確的路 就找了一些義工 或者有心人士 去幫忙去畫這些空間出來 由於是大量做 我們也訪問了三、四十間學校的校長 他們就說 第一件事就是 我是Jason 你做教學元宇宙的時候 不要再放在天水圍 我平時跑出來開會用整個鐘 然後我就告訴他們 不會的 其實是沒有這個距離的限制的了 是的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需要畫圖的工夫 不需要那麼多 反而我們要創作很多空間出來 他們隨時可以跳進去 做到想做的事 如果兩間學校有聯合活動 就兩個好像天空之城一樣 黏在一起 然後就進行他們的新活動 現在這個項目在香港做一個測試 是 現在已經進行到什麼地步 現在已經七七八八了 本來想追趕在9月1日 大家一起開學 但是覺得還未夠完美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有配套進去 就是很多時候 人們做元宇宙 是沒有利用到其他科技 例如什麼科技呢 大數據 工程學習 機器學習 或者其他管理的社交媒體技巧 我們這裡就會加入這些元素 例如學生在裡面的學習行為 是 每一步如何跳來跳去 我們可以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推送 教他們怎樣走 是想推動一個 self-direct learning 就是說 由他作為自己的一個中心 然後選擇他的學習奴機 沒錯 你推動他的原因 一個當然是幫助傳統學校 更加快可以擁抱這些新科技 第二對學生來說 要多說一些 有什麼好處呢 剛才我說 有一個空間給他 我們是做一個最基本版的 然後提供一些培訓 給老師和同學 在學校如何擴建校舍 他們就多了一個機會 還有空間去做一些 在平時他們的課堂做不到的事 而且令他們更快進入 去創造自己的元宇宙 我剛剛說的這個就是學校版本 同時是一個個人版本 就是給學生自己個人 每一個都有一個小小的領域 然後他透過自己做多些服務 例如他幫助多些同學 或者是幫助多些 甚至是做生意都可以的 他提供補習給其他人 又或者是他想幾個聯合一齊 配合樂隊 他們的圈又大了 那麼他慢慢經營自己的空間 是的 那這個教育機構需要取名牌嗎 這個教育機構 不太好 因為其實我們也不太想 叫做教育機構 是的 每個人是一個個體 我純粹提供空間給他 事實上在願宇宙發展起來 本來的元宙 就是希望 從更加自由的角度去做不同的可能性 當然在教育的層面 我想我們有很多事情要思考 例如如何不會有其他的外來人口 而從而令到一些不恰當的事情發生 沒錯 這些是否你們都會制定一些的概念 因為我根本所有都是學校單位 你說中了重點 我們會視乎這件事為了一個Gaas Governance as a Service 以管治為服務 我們剛才說學校版的 是一個… 現在經常說網絡費是要decentralize 我們相反的 學校版本是極度地centralize 是的 但個人版本的調轉 就可以decentralize 好的 它可以游走一個類似一國兩制的框架 就是一國兩制帶給我們概念也非常好 因為有提供了一個靈活性 在學校裡面極度地centralize 就是因為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規 有少許不同 我們就提供了一個大框架 一些律師給它 然後讓它微調 是的 他們學校容易掌握到 學生的行為是怎樣 這裡就連著一條線 在個人版上 那裡是很decentralize 即是他可能 我數學科在幾何上面某一題 想找Gary Lee幫忙 是的 這個接觸在這裡 就不會在中央那裡管著 但是因為紀錄的概念也會記下了 明白 所以以學校為單位 就是有一種 governance as a service 即是有一個管治 不過中間的同學仔 或者聯校活動 同學中間是可以自由地有一種溝通的 而裡面的市民 這個元宇宙的市民 亦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創新的可能性 但是在這個過程推動 是不是因為疫情 可能很多的校長都很擁抱 都會覺得 都值得 Jason好試一下 還是其實他們都聽不明白 是的 他們很多時候就以為 元宇宙是要將現實世界 抖舞出來 是的 這個我聽完是有點擔心的 即是他們作得是Digital Twins 是的 而這個Twins是一模一樣樣的 是的 但我不是說不讓他們賭 是可以的 不過不如我教你們方法自己去賭舞 我提供一個基本版 只有門面 有幾幅牆 那你想怎樣再建幾層樓 或者跟回現實的學校 一模一樣的 你自己建 是的 那在未來你期盼 這個項目 如果推動了之後 會帶來什麼其他的可能性 在教學相像 是 首先就是希望更精準 做到恩財師教 因為我們會放了 剛才說的AI 或者機器學習 一些大數據的分析 追蹤著學生的行為 這個我們也拿了專利 剛剛也有一間 挺有名的小學 跟我們運作了八個月 都非常順暢 他們都會再擴展其他科目 最初我們做數學科 然後中英數和常識科都會做 是 以你的經驗 你本身在大專界 也很有經驗 你也做了很多中心 以你的經驗 將這些這麼新的科技 推動出來 究竟是越早越好 有些人會說 太早接觸科技 又怕他傷眼 又怕他沉迷 等於說 還是要去到大專的狀態 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的看法就是 先要他們認識 整件事的框架是怎樣 在理工那裡我們剛才設立了 那個STEM ATTEC 程式 那裡就是為了整個STEM 和ATTEC 畫了一個框架出來 然後我們就去 E-Fairy去檢測一下 一些不同的產品 又或者服務 又或者課程 究竟他們在STEM ATTEC上 能夠做到多少程度 是的 即是 如果有些STEM 或者有些辦學機構 或者教育材料的機構 他們就可以拿去 讓Dr. Chan 你們去評估一下 其實我們能夠做到甚麼狀態 是的 然後就… 在學校 現在學校 即是中小學 他們很多 非主流課程的東西 大部分都會找外來機構幫忙 但是他們怎麼會去買 哪些不同的服務呢 我們就提供了一個標準 即是你就certify它了 你蓋上印就證明 理工大學都覺得它正的 可以相信了 是的 明白 不過在大家一直討論相關的教學 一定會去到一個點 是的 就是究竟我們何時才可以將 STEM的教育 或者IT的教育 放回到一個完整的課程中 是的 這裡你自己有沒有一些 簡單的想法 簡單的想法就是 我要先做了這一步 它才有辦法去變成完整的課程 我也明白的 因為在世界各地 都還未將這件事變成完整的課程 每個人都是我看你 你看他 而且怕定了之後 又會被人去挑戰 但我自己覺得 例如在英文科 英文科你也很難去評論 因為我們DSE考試 又或者有些叫IELTS 又有些叫TOEFL 究竟哪個標準才定你的英文程度最好 沒有人說得出來 但也做著做著 有幾個標準走出來 大家互相去參考對方 是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都是要有幾個持份者一起努力 第一個就是在教學界中 大家要多拿一些數碼科的想法出來 第二我們也要透過專業的團體 像PolyU 或者像Doc Chan 在不同的範疇上 將這些東西推入學界 希望我們繼續把相關的 原宇宙教育相關的東西 我們一直令到我們的學生 更加得到他們所長所益 第一次多謝Jason 好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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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